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金丝牙玉石矿 矿工贾显娃单水准备午饭 快到山泉边时猛见一大水桶粗约有五十多米长的怪物 正在泉里喝水 黑底色 阳光照在怪物身上发出逼人寒光 贾显娃猛然意识到是一条巨蟒 立即吓得晕死过去 这个故事后面还有挺长一段 但我觉得到此为止已经足够脑残 五十五米长的巨蟒 这样的话都有人信 那我们的地球当真是太不安全了 五十五米是个什么概念 且不说半个长的白米跑道 我们先来看看这个大家伙 相信看过狂蟒之灾的观众一定对这个大家伙心有余悸 不过请放心 这个吃人不吐骨头的怪兽只是制片方凭空捏造用来骗取票房的工具 这个虚拟大蛇的长度约为十米 而在确凿证据的记录中 这样的大家伙根本不存在 因此请你想象一下 五十五米的怪兽得是个什么东西 恭喜伟大的网络段子制造者 你成功的为狂蟒之灾找到了最新续集的素材 生物教材也将因你而改写 说了这么多 世界上最长的蛇到底为何物呢 根据记载 长度七米多的网文码可能是这一记录的保有者 在巨型蛇类的家族中 绿森燃是公认的体重之王 而长度则比网文码略逊于仇 尽管有人号称自己见过十几甚至将近二十米长的森燃 但这跟五十五米的传说没什么区别 都缺乏有力的证据 网文码分布在东亚 东南亚 以及亚马逊河流域 它们的双眼延伸到嘴角 身体背部为灰褐色或黄褐色 有复杂的钻石型黑褐色及黄或浅灰色的网状斑文花纹 故得名网文码 平日里它们性情温和 白天基本都是盘起来睡觉 只有在夜晚才出来活动 而且由于视力不佳 只能看到运动物体模糊的龙阔 因此大多时候 它们都在静静等待猎物路过 不会到处乱跑 如此看来 这个大家伙似乎不像某些电影里描述的那么可怕 但如果你不小心激怒了网文码 那后果可是非常严重的 它会凭借对温度的敏感感知迅速锁定你的位置 然后立刻用庞大的身躯紧紧将你缠绕 数千磅的压力随之而来 筋骨寸断 血管暴力 蹊跷生烟 最惨的死法也不过如此了吧 在可查找的记录中 网文码的确有识人的记录 但这显然不是多发事件 估计要么就是那条网蛇太久没东西吃 要么就是那个可怜的家伙犯了不作不死的毛病 至少世界最长的网文码并没有因吃人而闻名于世 2006年 在印尼和马兰西亚交界的婆罗州原始森林中 人们捕捉了一条长达7.3米的巨蟒 据说要十个壮年男子一起上 才有可能制服这个庞然大物 虽然大的吓人 但最后这条巨蟒却被起了一个无比温柔的名字 桂花 想想也是醉了 此刻我的脑海里开始不断的想起一句话 翠花 上拴菜 桂花被捕获后 直接卖到了当地公园 这也引来了无数专家学者前来观看 大家共同的观点就是 从没见过这么长的蛇 当然 网上还流传着另一个版本 说桂花有14米长 这显然是又一个脑残的谣言 八成是造谣者没有搞清楚数字后面的单位 把任何一种常铺单位都当成了米 于是生生的把桂花拉长了一倍 相信在未来的很长一段时间里 桂花的记录都将很难被打破 因为网文蟒如今的生活环境正变得越来越恶劣 由于人类对其栖息地的破坏 网文蟒的领地已经所剩无几 再加上它性格温顺 又没有毒液 因此不少宠物爱好者看上了这个大家伙 众多人为了利益开始大量捕捉网文蟒 把它卖到宠物市场 因此巨型的蟒蛇只会越来越少 就算再出现 恐怕也难逃被抓进动物园的命运 如果巨蛇也能看懂电影 他一定会觉得狂猛之灾荒谬至极 碰到这么一群不靠谱的探险家 巨猛躲还来不及呢 出来吃人 俏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